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但我也是一個務實的台獨主義者 行政院長賴清德上任後 從不避諱大方承認自己主張台灣獨立 屢遭藍營重炮攻擊 台獨的聲浪還有聲勢 這一個非常的 可以說是鼓噪的聲音非常的大 可是呢我們看到 中國國民黨的聲音 關於統一的聲音 一天比一天小 之一批判賴清德挖苦賴清德 同時國民黨沒有反思過 為什麼內部就是出不了一個務實的統一工作者 大家選舉的時候就呼嚨這樣過去算了 我認為國民黨的問題 國民黨的失敗 過去的失敗就是呼嚨過去就算了 通通都是選舉考量 國民黨失去擋魂 不知道從哪裡跌倒 就該從哪裡站起來 糊裡糊塗過日子 怎麼可能將民眾對他有感 把選票投給國民黨 如果沒有中心思想的話 一個黨如果沒有一個核心價值的話 沒有一個政治理想的話 這個黨是不會被別人接受的 是會被別人唾棄的 相較於藍軍台面上正將多以金國先生傳人自居 轉化成選票 現在長江安主委是台北報導 東部內好 投票 兩相當在港 26 Tolkien 既 które 參演